現在我們人在哪 我們現在是在東勢 我們看到的這邊是叫做東勢的火車站 東勢火車站成立的原因是因為東勢以前是 木材集散中心 那個火車都是在木材用的 後來因為不能夠再伐木了 東勢大雪山伐木的工作就好像停止了 那個火車好像它的用途就不大了 那後來也因為交通工具的一個發達 那火車就到最後面它就是入不服出 所以把它廢掉了 那改變成現在的東勢道豐延的腳踏車步道 就是我們即將要走的這個腳踏步道 我們來觀賞一下子走 我們今天不必走很遠 我們就走到那個過橋 今天你們看到橋然後就走回來 沒有問題 現在在拍我 沒有啊沒有在拍你 所以郭文哥剛才說旁邊這些梨樹 對這是大梨 我們的那個街梨啊像我們的甘露啊 新世紀啊什麼都都是用這個梨子 看到那兩棵 它就是傳統的恒山林 那包起來的就是現在沒有採到的那個甘露啊 那它現在在旁邊在接那個果實的 通通都是叫做恒山林 沒有結的 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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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某山林 比你比較粗 像這樣 剪下去的時候 這邊就接一個另外你要什麼 新興啊 甘露啊 或是什麼 4029 什麼 比較直到 好 某山林 沒有一位成員落隊 累了嗎 那如果現在要求你跑一百 一百米你跑得到嗎 那還是沒問題啦 那還是沒問題啦 那還是 跑跑 跑 向前跑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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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我們現在走這條路叫做東風自行 自行車 路道啦 那也是叫做綠狼 東屬的綠狼 那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這條路 這個這座橋呢 俗稱叫做東四連貫道公園的洞西巷道路 因為在胡志強手裡面當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有規劃了 胡市長12年 後來就換了林佳龍市長 後來換了盧修彥市長 是 接著下來不知道要換誰做不知道 這條路也因為換市長 每一次上任的人都是否定掉前任的做法 那我們希望 如果 盧修彥市長能夠上任的話 更棒 因為下面四年就是要把它完成 看到這條西就是大甲溪 然後大甲溪一直下去 它沿著大甲溪的河岸邊一直到公園的那個東西巷的起頭那邊 有一個交流道 它不知道會不會以後的路線是不是有這樣 聽說石崗的鄉民反對 因為有一個快速道路從那邊路過的時候 他們的鄉裡面就沒有人會進去看 都有所長啊 每一個人就是要 城市向正發展 都是要去發展自己的特色 用什麼特色來吸引客戶比較重要 不是經過不經過 經過了沒有特色也沒有用啊 我們現在到哪了 轉場啊 對啊 欸你破功了再跳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哪裡啊 到了 要吃午餐的地方 上面寫東市市場 你要豬的還是鹽味的 你都吃什麼 我吃鹽味的 那我豬 豬 那你呢 你也豬 好 兩個豬 一個鹽味 看樓麵 我喜歡拿這個湯口 就是沒有 很複雜 很乾淨 很乾淨 為什麼要叫做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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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